从没见过这么奇怪的病 这个小伙背上竟然长了个葫芦 医生拿针一抽 竟然抽出30多管黄色液体 一开始他以为这只是痘痘 没想到他最后长成了一个肿瘤 这还不是一般的肿瘤 医生发现这个肿瘤上面有一道疤 一问才知道 他曾经去医院做过抽吸 吸出来的东西除了不知名液体之外 就是脂肪 那个医生告诉小黑这是脂肪瘤 但李医生觉得没那么简单 作为一个医生 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很显然 这个小黑被黑心医生给骗了 就连小黑自己都感觉 那个医生就是把他当小白鼠在做实验 李医生决定先用针筒抽吸 扎下去以后 里面立刻出现了淡黄色液体 一根针筒远远不够 接着第二根 第三根 足足吸了33根针筒 才差不多吸干了里面的液体 但简单的抽吸只会让肿瘤复发 李医生不敢贸然动手 他要先把液体的样本送到病理实验室检查 查出小黑病情反复的原因 不幸的是 病理实验室并没有给出任何结果 李医生给小黑做了断层扫描 通过CT 李医生向小黑展示了病变位置 他来自于颈椎上的淋巴系统 这个画篮圈的地方 就是颈部的淋巴管 目前他已经堵塞 相当于在淋巴上打了个结 所以才会产生积液 所以那个黑心医生在肿瘤上开刀 是绝对错误的 小黑应该动的是颈部外科手术 把淋巴系统上的结移除 果然这不是脂肪瘤 而是淋巴管瘤 并不伤及生命 找正规医院做手术 恢复的将会很快 这部脊痘大师 讲述的是洛杉矶一位名叫 桑德拉里的皮肤科医生的从业经历 在他的诊所里 你能见到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皮肤病 而各种抽出痘痘里面的液体 刮出鼻子里的脏东西 看得起鸡皮疙瘩的同时 又莫名解压 所以脊痘大师也被网友们誉为 最下饭的纪录片 李医生的下一位病人 比小黑还要奇葩 她在耳朵上长了个耳环 这可不是首饰店里卖的那种耳环啊 而是肉耳环 看完这个视频 保证你再也不敢打耳洞 这个女孩就喜欢打耳洞 结果她在耳朵上长出了一对肉耳环 一只耳朵上长出一颗大肉球 另一只耳朵长出两颗小肉球 起初他们只是小疙瘩 女孩没怎么在意 结果在打完耳洞两个礼拜后 疙瘩就越来越大 最后女孩都不敢见人了 出门必须戴头巾把耳朵包起来 最要命的不是他们越变越大 而是一旦触碰 就会产生剧烈的神经疼痛 并且逐渐升温 变得又红又热 著名的皮肤科医生桑德拉里告诉她 这两个球叫蟹足肿 形成的原因是女孩打耳洞的时候 弄断了软骨 形成了疤痕组织 所以打耳洞一定要去正规的美容医院 如果随便找个机构或者干脆自己打 就很有可能会像安博一样 长出这样又丑又疼的Holy shit 好在还有李医生 她知道蟹足肿的本质就是皮肤组织的过度增生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手术切除 安博佐尔那颗大的蟹足肿 切除起来倒是非常容易 但有个难点 蟹足肿是因为伤口引发的过度增生 那切除蟹足肿 岂不是会增生新的伤口 这就是死循环了 所以李医生尽量把伤口弄笑 最重要的是不要触及到耳廓的软骨 切除掉以后 挪用两边的皮肤缝合 这样耳朵就能够恢复原状 佐尔的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 但诱饵上的两颗小的可就麻烦了 首先两颗蟹足肿 意味着要缝合两道伤口 人的耳朵就那么大点 很难找到多余的可挪用的皮肤 其次就是正面那颗蟹足肿 长在靠近静脉血管的地方 切除起来难度倍增 果然李医生下去的第一斗 血就开始狂流不止 虽然没动脉血那么夸张 但场面还是有点吓人 李医生的办法是把血管绑起来 这样就能保证血管不再供血给蟹足肿 切除起来就容易多了 手术完成 四周以后 安博的耳朵就和正常耳朵没有任何区别了 果然是妙手神医 安博还算幸运的 下面这个叫罗南的哥们 可就要痛苦多了 这是史上最硬核的开芒盒行动 男人大腿上长了颗囊肿 要命的是 医生还不能确定里面是什么 所以不敢贸然进行手术 于是接下来只能像开芒盒似的 先看看里面的东西 没想到刚切开 里面就溜出白色奶油 就连行医15年 享誉全美的皮肤科专家 桑德拉李医生都惊叹 开完刀后 李医生的一句话 让助手害怕地缩起了脖子 接着李医生开始挤压囊肿 里面流出越来越多的囊包 这玩意儿 这是越看越像燕麦粥 事实上 这些都是脱落的皮肤细胞 李医生猜测 罗南可能以前受过伤 或者撞击形成了新的伤口 脚趾脱落到了囊中 而罗南皮肤里 还有没有清除干净的囊壁 如果不把它们处理掉的话 这些燕麦粥还会重新再涨回来 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直接把囊壁全部撕掉 保证不会再涨回来 但要知道 这玩意儿是附着在皮肤上的 相当于把皮肤下面的一层肉给扯掉 再加上这个囊肿那么大 操作起来就会很棘手 关键点在于 它不能一点一点的扯 得整片扯下来 你撕过手指上的稻刺吗 感觉跟这个差不多 只是会疼个成千上万倍而已 手术开始进行 尽管打了麻药 罗南还是感觉到了剧烈的灼烧感 但再疼也得忍着 这种病必须彻底根治 罗南还得在痛苦中 持续好一段时间 随着助手把一片 像餐巾纸一样的东西剪下来 罗南的手术终于结束 李医生迅速帮他缝好伤口 困扰了他十几年的囊肿 终于彻底跟他说再见了 这部急痘大师光看名字 还以为只是治疗长痘痘的纪录片 没想到内容竟然这么解压 每次看到囊肿里面的东西流出来 我都有种莫名其妙的轻松感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就记得点赞关注 我是霞叔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